浙江一屋是中國最大的小商品市場 受疫情衝擊 生意蕭條 許多商戶關閉 而一屋的很多工廠由於外貿訂單被取消 也在艱難掙扎 4月12日 網友李明玉發在YouTube的視頻上稱 一屋小商品市場目前生意冷淡 不住半年或將崩盤 受疫情影響 視頻中的商戶全部關閉 大家好 這裡是一屋全球最大的文體市場 因為這個疫情 這座動力航母現在也已經擱淺了 另有視頻顯示出 一屋國際商貿城現狀 偌大的商場空無一人 記者13日打通國際商貿城商鋪電話 有的仍然開業 有的已經休業 一屋市民劉女士表示 為了保經濟 當局強制復工復產 目前一屋商戶也被迫開業 但生意蕭條 都在苦撐 有一些早就關閉回老家了 貼出轉讓的也不少 批凌義烏國際商貿城的義烏港 為該地區的外貿商品提供一站式通關服務 曾經車水馬龍 如今空空蕩蕩 只剩下少部分貨物和貨車 一屋一家生產垃圾桶的工廠老闆表示 大家現在都在等國外疫情好轉 恢復出口 有疫情影響 應該是不好出口吧 我們就看國外的情況 一屋家房工廠老闆金先生表示 原來的產品雖然國外訂單沒了 但是口罩等防疫物資的需求很大 現在一屋到處都在生產口罩 1982年9月 義烏在仇城鎮胡青門 建其最初的小商品市場 後來相繼建成了國際商貿城 黃圓服裝市場和兵王市場等 使義烏成為中國乃至全世界最大的 小商品批發集散中心 新台南記者熊斌黃宇寧採訪報導